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妈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下午这儿就会很难 下午这样一个坏女人 你应该放开我才对 我不会放开你 这不是你的错 在我的心里 因为是那个 善良敏感的小女孩 害怕伤害别人 什么事都自己扛 方北 回到我身边 让我来温暖你 呵护你 我想用我的一生一世来保护你 我想带着你受到一死一毫的伤害 我不是方梅 我叫方小双 方梅已经死了 是仇恨 是仇恨蒙蔽了她的双眼 所以 你不该来找我 我叫方小双 求你放开我 求你放开我 我不管你是谁 我也不管你有多少身份 有多少痛苦 让我们一起承受 我爱你 别离开我 我不需要你的 你爱我 你越是爱我 我就越爱我自己 你敢爱我的 我又根本就不值得你爱 我不要这种怜悯 不要怜悯来的 你越是这样 我越会真身羞辱我自己 你别再来 一些人待会 你欣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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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阵 刚刚度过了危机 你们就想逃跑 方美 之前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已经无法误会 你妈妈 我已经派了最好的私人医生 去照顾她 我希望你 忘记过去 重新开始生活 人生的路还很长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会在未来发生 谢谢你 同总 医院给我打过电话 已经说过了 但是 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我的辞职 我已经想好了 对不起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也没办法 去看看这个世界吧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谢谢 剧阵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你永远是我 最好的工作搭档 谢谢 我 希望 您还能再帮我一次 说吧 我想我辞职的事情 我想我辞职的事情 你不要告诉振宇好吗 好 谢谢你 那我出去了 谢谢你 你 这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合适的 方美姐 没事 你忙吧 顾总好 你好 这个箱子怎么样 我觉得 顾总 方美呢 他刚走 去哪儿了 没说 知道 我这儿了 我这儿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